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为在花莲市区的花莲文创园区 特别带领民众一起来文化体验 邀请了秀宁湘太鲁阁族的讲师 教大家如何制作 台湾原住民族的太鲁阁族口黄琴 从口黄琴的由来到实地的制作 以及吹奏 时间有限 却让学员们是意犹未尽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特别开放文化体验课程 邀请从大学开始接触口黄琴 有20年的讲师来韩罗信 教导民众从认识口黄琴开始 然后一步步的消厚度绑神 接着示范如何扯动黄片发出声音 我们这一次体验的口黄琴 我是利用了雷射切割的技术 帮我们将口黄琴最难的步骤解决掉了 那么学院来 他只是要做猪肉消除的工作 那这样的过程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也因为如此 各位学员他们可以带着口黄琴回去之后呢 反而会更有机会去接触这样的乐器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除了会让他们体验做口黄琴之外 我另外也会介绍一些有关口黄琴的文化给他们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学员们对口黄琴的文化的理解跟了解会更多 那我相信这个课程应该能够让我们飞远住民的朋友们更认识更喜欢我们太鲁格族的口黄琴乐器 拉不出来的声音是因为有几个就是吹奏的动作 基本动作没有做好 再来就是拉绳子的技巧要领没有学到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多花时间来练习 除了假设如果我们还有下午时间进行练习的话 肯定可以发出声音 但是如果要做出音调上的展现的话 可能又要再花 学员们可能要再回去的时候 再多加的揣摩跟练习才可以吹奏 怕学员做好成品却不会演奏 讲师也特别录制影片上传 希望学员再透过影片边看边学 对于学员在短时间还吹奏不出声音 老师也建议先将基本动作 以及拉绳的技巧要领多加练习 具体成功追奏出声音就成功了一半 记者长方言华林志报导